这第一次失踪出现了超音速的瞬移情况 而之后的事情更是离奇 因为后来不仅出现了瞬移的现象 还出现了隐身的超自然现象 如果都是幻想的话 那各种人症和物症又怎么解释呢 像日行千里和隐身术 这些都像是道家特有的功能 难道说真的是得到先人 带着黄炎秋飞越了半个中国吗 这第一次失踪出现了超音速的瞬移情况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K姐探秘 我是爱讲故事的K姐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特异功能一直是人们热衷于讨论的话题 有的人宣称可以通灵 与逝去的人取得联系 有的人可以用意念移动物体 比如隔空取物 还有的人甚至通过摇视 帮助一些国家的官方 获解谜案 这些特异功能数不胜数 有很多时候 人们难以从科学的角度 解释清楚那些奇异的现象 就连专家学者也为此类事件争论不休 进而成为科学界和理论界的焦点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中国普通的农民 他日行千里 隐身旅行的超自然事件 甚至被央视科教频道走进科学栏目连续追踪报道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 中国UFO三大悬案之一 黄延秋飞行事件 到底是外星人作祟 还是民间的特异功能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 在今天的主人公身上发生过三次难以解释的失踪事件 而且每一次都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第一次失踪发生在1977年7月27日 那年21岁的普通农民黄延秋 家住河北省肥乡县东北高村 是一位老十八娇 没读过多少书的试魂男青年 那时候近人介绍 黄延秋认识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 两人情投意合 由于黄家对他相中的姑娘十分看重 于是给出了200元人民币的彩礼 大家就等着吃两人的喜糖了 我们要知道 在1977年那会儿 文革刚结束 人们收入非常低 黄延秋那时候 一年的收入也仅有一百元左右的人民币 那200元的彩礼可是一笔不小的钱 可见他对那门轻视的重视 7月27日那天 辛苦工作完一天的黄延秋 大概晚上10点左右才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 才没睡下多久 迷迷糊糊中他就被周围的喧闹声吵醒 睁开眼后 黄延秋懵了 他发现自己居然身处在宽阔的大街上 周围还有楼房 对于从没出过远门的黄延秋来说 他一时不知所措 毫无头绪 更是被那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吓坏了 后来据他回忆 当时自己身处的地方不远处 有一个大水池子 后经查证 那正是南京的玄武湖 黄延秋当时没有手表 估摸着大概是半夜一两点吧 路上还有人 他赶紧上前询问 路人告诉他 这是南京火车站附近 就在这时 有两个穿着警服的人向他走来 黄延秋又赶紧向这两位警察求助 警察告诉他 在上海才有遣送站 于是从兜里掏出一张 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票递给他 并声称 他们随后就到 在经过四小时到达上海后 黄延秋找到了车站派出所 没想到 那两个在南京给他车票的警察 已经在门口等他了 随后 他们把黄延秋送到了遣送站 遣送站随即给黄的老家发了一封电报 让他的家人来把人领走 令人不解的是 这封电报发送的时间是7月29号早上8点 也就是在黄延秋失踪后 大约10小时后发出的 为什么说令人费解呢 因为人们难以相信 一个村民能在短短10个小时 从河北的东北高村到达上海 首先 东北高村离上海的直线距离 有1140公里远 村民们就算要去上海 也需要先到最近的邯郸市去乘坐火车 得从村里先到乡上 再坐车到邯郸 这个过程最少也要四五个小时 而且当时如果是乘坐火车 从邯郸去到上海也要最少22个小时 众所周知 那时候中国的铁路系统是很不完善的 火车经常晚点 而且就算不晚点 一个村民不管去哪里都需要介绍信 不然可谓是寸步难行 据调查 那时候没有任何人给黄延秋开过介绍信 所以抛开时间不说 他是怎么到达上海的呢 有人就会问了 黄延秋是不是说谎了 他也许并不是7月27日离开的 而是更早呢 哎您别说还真有证人 在7月27号晚 也就是黄延秋消失的那个晚上 村里的生产队开过会 而且黄延秋都有到场参加 在场的村民皆可证明 他确实有去参加会议 此外黄延秋的家人也能证明 亲眼看到他在开会后 大概90点的样子回到了屋里休息 所以光是从东北高村到邯郸5小时 当事人从南京火车站载到上海收留所 最少5小时就已经10个小时了 我们还没有算上黄延秋从河北到南京的时间 难道他能以超音速的速度去到南京吗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刚才我们有提到 这黄延秋是河北省肥江县东北高村的人 但工作人员却错误的把这封电报发到邻村 新寨村 电报的内容是 新寨村黄延秋在上海猛字路遣送站收留 望任领 他的家人在7月28号早上发现黄延秋失踪后 四处寻找他 终于在10天后收到辗转从邻村送来的电报 村民们惊讶不已 因为这封电报是7月28号早上8点从上海发来的 而这距离村民最后见到黄延秋仅过去了10个小时 接到电报的亲人朋友都感觉到百思不得其解 这从没出过远门的他在没有组织的统一下是怎么出现在上海的呢 这简直是太匪夷所思了 后来村委会委派黄延明和邻居吕秀香去接人 因为吕秀香的哥哥吕庆堂在上海当兵 所以他们到上海后先去军营找到了吕庆堂 再委托部队联系上海遣送站才把人接回了家 这第一次失踪出现了超音速的瞬移情况 而之后的事情更是离奇 因为后来不仅出现了瞬移的现象 还出现了隐身的超自然现象 黄延秋的事情很快在村里传开了 村民们闹得沸沸扬扬 在他回到村后 大家纷纷猜测 黄延秋是不是有鬼魂缠身 不然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到达上海啊 但这时还没完全平静 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 1977年9月8日晚 离上次的离奇失踪才过了一个多月 黄延秋又再次神秘失踪了 而且这次失踪时 他家的墙上还出现了一行用刀刻出来的字 上面写着 山东高登明高严经放心 据回忆 9月8日晚 村委会召开大搞生产的群众会 黄宗善等村干部都在场 并能证明黄延秋确实有参加会议 会后他回家睡觉 而睡下后不久醒来 就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这次他出现在了1100多公里外的上海火车站 当时那里的时钟显示是午夜大概1点多 街上人烟稀少 还下起了暴雨 不知该去何方的黄延秋哭了起来 这时他想起了上次帮助他回家的老乡 吕庆堂 由于吕庆堂的关系 黄延秋去过一次部队 第一次失踪后就是在那里被接回家的 不过他只知道吕庆堂所在的部队 离上海火车站大概40多公里 其他信息黄延秋一概不清楚 这时两个身着警服的人走到他的身边 自称是部队的人 并且说可以带他去吕庆堂的部队 这在茫茫人海中身无分文的黄延秋 也别无选择 只能老老实实地跟着这两人走 这幅图就是后来专家根据黄延秋的描述 所绘制出来的那两个人的画像 在多次转车后 终于三个人来到了吕庆堂所在的部队 大家都知道军事重地 那可不是随便谁都能进去的 必须得出示证件 还有书面登记 最后还要得到批准才能进去 可是他们三人没有做任何登记 便直接进入了营地 而且在经过部队大门的时候 持枪站岗的士兵对他们三人是视而不见 毫无反应 在部队里一些士兵正在操练 一路上也没有任何人理会他们 当时黄延秋想 既然他们来自部队 可能早就得到了批准 没见过世面的他当时并没有多想 当天吕庆堂并不在部队里 只有他的妻子李玉英和他的儿子吕海珊在家 后来据吕海珊回忆 看到他们突然出现在部队里的家门口时 惊讶不已 因为他们并没有批准任何人来探访 而且也没有接到任何上面的通知 说是有人会来访 这可是军事重地戒备森严 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进来的呢 接待他们的吕海珊 对此表示百思不得其解 来不及多想 他当时在他父亲的委托下 好好接待了黄炎秋 还煮了一大锅面条给他吃 然后黄炎秋便沉沉地睡去了 之后吕海珊询问了部队的门港处和传达室 但他们说根本没见到任何人进来和出去 再后来吕海珊越想越不对劲 据他所说 那两个送黄炎秋到他家门口的人 虽然穿着军装 但是看起来特别不合身 帽子特别大 衣服袖子很短 感觉像是从哪儿借来的 黄炎秋突然出现在军营的事情 惊动了整个营区 大家开始怀疑 他是不是个特务呢 所以第二天 也就是9月9号一早 部队给东北高尊发了电报 想调查黄炎秋的背景 接到电报的是村委会的黄宗善 他当时立即回电告知 黄炎秋不是坏人 营部的人一时也没查出来什么可疑之处 便只能让战士们对他进行了警告 说如果你再擅闯营地 就把你抓起来 第三天 9月10号 吕海山用吉普车 亲自把他送到了火车站 给他买好了票 送他上火车后 还多给了他一些零花钱 让他在路上用 吕海山后来回忆说 我还是亲眼看着他上了火车 看火车开走了后 我才放心的 因为我怕他再跑回来 这一次 黄炎秋在吕敬唐一家的帮助下 于9月11号回到了老家 连续两次失踪 村里流言四起 黄炎秋更想不明白 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怪事 因为人证物证皆可证明 两次失踪事件 确有发生过 回家后没几天 就在9月20日那天 黄炎秋又第三次失踪了 这次更伟离奇的是 两位自称是山东籍的人 带着他在八天的时间 飞越了大半个中国 浏览了九大城市 并且在去到很多地方的时候 犹如去到了无人之地 事情回到1977年9月20日 黄炎秋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晕倒 醒来后发现 自己在一家宾馆里 身边有两个 自称是山东籍的人 他们告诉黄炎秋 他现在正身处兰州 并且告诉他 他在南京和上海遇到的警察 都是他们俩假扮的 而这次他们的目的是 要带他游览九大城市 还说玩够了就送他回去 之后这两个陌生人 便背着黄炎秋腾空而起 他们的游览路线是 兰州 北京 天津 哈尔滨 长春 沈阳 福州 南京 西安 最后再回到兰州 在9月28号 历时八天之后 他又被送回了家里的枣树下 据黄炎秋回忆 他们在北京的一个剧院 看了一场逼上梁山的戏 后来又降落在了 天安门广场一根滑表前 游完之后就在北京住了一晚 那两个陌生人出示了省级介绍性 登记了房间 之后不管是在哪个城市 那两个飞人都可以用当地的方言对话 而且去任何地方都仿佛去到了无人之地 不管是到百货商场 还是去到电影院 都没有人向他们收取费用 仿佛看不见他们似的 他说在飞人的背上时 他能感觉到飞人的体温 而且不管是去到哪里 就算是千里之远 都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到达 此外黄延秋还说 飞行的高度大约93米左右 尽管速度很快 但感觉不到风 这第三次失踪 除了他们的家人可以证明 他失踪了九天 并没有物证和更多的人证出现 只是在后来的调查中 黄延秋对所到城市的天气情况的描述 与当时九大城市的天气情况相符合 而且根据黄延秋的描述 调查人员推测 他很可能去的是北京的吉祥戏院 因为当时那个地点附近 只有那里开门 而且那天确实上演了 逼上梁山的剧目 在第三次失踪回家后 黄延秋再也没有遇到过 这样离奇的事情了 黄延秋的三次神秘失踪 以及他自己讲述的 那两位神秘飞人 带着飞行了大半个中国的事情 一下子轰动了全中国 有很多人都认为 他是被外星人劫走了 2002年底 中国UFO协会的调查员张敬平和理事长纪建民 联合中国著名的催眠大师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吴医师 带着黄延秋一同去到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302医院 对他进行了催眠调查 催眠中 黄延秋更清楚地描述了 25年前所经历的事情 大家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实之处 只是在最后黄延秋突然被背着他飞行的高登鸣叫醒 叫他停止催眠 这让在场的专家学者感到十分困惑 因为通常在催眠情况下 被催眠的人是不会自己醒来的 2004年 调查人员又带着黄延秋去到北京一家测谎中心 对他进行测试 不知道是他第一次做测谎太过紧张 还是让他回忆28年前的事情有些困难 他当时并没有通过测谎 但黄延秋坚决不接受这个事实 他坚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是真实的 他不承认自己撒谎 至此有人认为他可能是人格分裂 也就是说他有可能人格分裂成了三个人 一切都只是他的幻想 不过如果都是幻想的话 那各种人症和物症又怎么解释呢 央视科教频道走近科学 于2005年对黄延秋的事件进行过追踪报道 但最后有人提出说 他可能是梦游精神偏执 同上这也无法解释这么多的人症和物症 大家都知道1977年那时候 文革刚结束不久 全国上下十分反对怪力乱神之说 所以一个既老实又没什么文化和见识的农民 按道理说也不可能去冒着被批斗的风险 编造出这么个故事啊 何况还有那么多人症和物症 由于他闯入上海军事重地 还被部队和地方公安多次轮番调查 这都是有军方和地方上的记录的 要说大家一起来编出了这么个故事 也不太可能吧 好处在哪呢 没有任何人受益啊 还有刚才我们有提到 在黄延秋失踪前 黄家给了他相中的姑娘200元的高价彩礼 因为失踪事件呢 这么轻视也吹了 钱也没有要回来 还有人会问 那是不是黄延秋毁婚 找了个借口想退婚呢 但是谁会在上世纪70年代 丢掉辛辛苦苦两年挣来的钱去退婚呢 那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 所以这日非千里 隐身进巨院 军营这种事情 虽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其真实性却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也有人提出 说那两个人更像是道家的得道仙人 因为像日行千里和隐身术 这些都像是道家特有的功能 难道说真的是得道仙人 带着黄延秋飞越了半个中国吗 欢迎留言告诉我你怎么想 我们都知道 这个世界之大真的是无奇不有 话说我们人类的眼睛 可以辨认出一百多万种颜色 而据说我们熟知的皮皮虾 可以辨认出三百多万种颜色 所以呢或许我们眼里的世界 还有另一番模样呢 对吧 好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